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芝琳 一直忙于工作的林芝琳 今年趁着回台湾 代言六分钟呼一声的宣传工作 终于有机会 陪妈妈一起欢度母亲节 不过舞台上 嫌惠做蛋糕的她 私底下到底会不会做菜呢 回到台湾的时候 我们家里大概每一餐 都是由我这个小厨下厨 然后因为他们很好养 所以从来不会抱怨说 哪里不好吃哪里不好吃这样 在许多安有妈妈的眼里 林芝琳是永远的女儿 她的爱的包包总是给妈妈们 最温暖的鼓励 但其实真正的林妈妈 最喜欢跟林芝琳一起做什么事呢 我可以跟她一起坐在床上吃零食 聊天 然后还有冬天的时候 妈妈很喜欢泡澡 会比较害羞 可是就会陪妈妈泡澡 虽然母亲节还没到 但林芝琳贴心的为大家 录制了祝贺词 觉得每个妈妈也要爱自己 爱自己包括从健康开始做起 你要检查自己的身体 然后不要让自己生病 其实是给自己一个最大 最好的一辈子的礼物 健康快乐 每个妈妈 祝福你们 时尚爆爆 我们下次见